说到就是由于跟人写了一封离婚书 就由这个招到天前就学去了他的功名 他知道这个事情就很害怕 就赶紧把那个两个人又组合成了夫妻 到第二年考试就考上了 可见你不要随便把人的婚姻给破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下面 物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就是不要由于自己私人的一种仇息 使他人的兄弟不和睦 那兄弟之间都是形体不同 但是同一父母所生叫分心同气之人 虽然有长幼年龄的差别 但都是受父母同等的恩爱 勤苦的这种教养 如果兄弟不和睦就是得罪父母呢 如果使他人不和睦就是使人得罪父母呢 还有传统社会呢 还有那些夫人生的和妾生的 就是祭宿兄弟 虽然也有大小的差异 但是都是同父一母属生 由于同父呢 也是连之 如果相父不和睦 也就是薄带骨肉 如果使他人这种不和睦 兄弟不和睦就是使人薄带骨肉 还有宗族的兄弟 就是唐兄弟 虽然有亲有书 还有表兄弟这些 但都是受祖宗因必栽培 你唐兄弟那就面对祖父 他就是统一本源了 如果相父不和睦就是亲慢祖先 如果使他人这种唐兄弟不和睦 就是使他人亲慢祖先 所以就知道这个丝绸的报复 虽能少 但以让人兄弟不和睦的危害极为巨大 如果人能真能孝孝孝孝孝孝孝 才能把自己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 这种爱静 能够推积到他人兄弟之间的爱静 岂能农人以自己个人的私仇之固 使他人兄弟不和睦呢 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去做的 但说这个东西呢可能现代独生子女的时代到了 也就很难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就是孤家寡人 实际上一个人从小就是一个人 而且这个父母奶奶爷爷都围着他小太阳转 对这个小孩实际上并不好 你看这个现在独生子女就是八十后啊 九十后已经看出他们的一些后果了 小时候这个享福太多 然后现在可是麻烦了 八十后就很辛苦了 这个就业问题 住房问题 以后他独生子女面对的双方的 这个四个老人的问题 双方父母 两方父母四个老人 如果再加上还有他的这个奶奶爷爷 外公外婆上方的那种 那就是面对着这个八个八个老人 以后这些老人真的生病 希望他孝顺一下他怎么办 所以现在的住父母的也可怜 知道独生子女都靠不了他了 想方那就自己找一个安养院 所以现在安养院的业务越来越跑火 养额防脑的观念已经没有了 既望不上他了 但是原来的兄弟姊妹在一个家庭当中 他就在培养一种为人处事相处的一种能力 他一个人他就是为我为中心 放纵了他的我执我慢 如果是这个兄弟姊妹多 那你不可能以你为中心 那你这样的你如果太过分了 兄弟就会打架 就会自然的就医治了他这种劣根性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所以这个独生子女的心成长就有问题 他在家里可以为他中心 如果他到学校去了 都是独生子女谁卖谁的账啊 于是他就觉得人际关系很难处理 一旦他不顺心的时候 他就想到要跳楼 现在自杀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说他缺乏这种跟人沟通 与人相处的能力 也就从小没有这些兄弟姊妹的 这样的童年的人给他进行一种磨合 所以这都出很大的问题 现在据说国家也在不断的开放 这个直升一个的政策 可能会露俗的还要升两个三个 以后形成一个老年化的 你直升一个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 成了倒挂的形 那这个社会都没有生命力了 所以这个政策 你太长的时间违背了这种自然的法则 它就有后果了 这是题外话了 好 请看下面 物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就是不要犹豫一点 小的利益使他人的父子关系不和睦 这要注意 在中国谈五轮关系 有三轮关系是在家庭 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 夫妇关系 你看家庭搞不好 那整个社会就会乱 家庭搞不好 自己也很痛苦 但是这个家庭的伦理关系 是要有相搁置的 这种伦理名分上的道德义务的 这些都要去了解 而且要见蕊的 这样家庭才能和睦 你的身心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所以父子这个伦理关系 它比兄弟的伦理关系更重要 那兄弟之间 如果不和睦 相互斗争 已经是不吉祥了 如果父子关系 还这么乖张 邻异 那就天伦都灭掉了 因为父子关系 这个天性的关系 是需要父持指孝的 如果这个父子关系紧张了 你儿子就不孝了 你父母也就陷于不义之地 不辞了 那就是天 跟自然的伦理关系就没有了 那双方都要受到巨大的损失 所以这些伦理关系 家庭的伦理关系 自乎以后都谈到 为了维护父母跟子女的 这种天然的这种血缘的 这样的亲密的关系 都是一指而教 父母不亲自教育 去教给老师去教育 因为教育的问题 他要折善的 你做得不好 是要说你这个做得不好 是要惩罚的 如果父子直接去折善 甚至惩罚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伤害到 父子这种天然的关系 所以为了呵护 保护这样的关系 就一指而教 自己的老师教给别人的 别人去教 别人老师教给你来教 这可以 都说明古人对这个关系的重视性 如果其他的人 对人家的父子之关系 由于有种种利己的因缘 使我的父子关系乖为 孤入之情有嫌隙 哀哀父母看到后代子孙而感伤 这个祭祭而生 对着这个庭院而赴救 这个对着祖先父母而赴救 这个心就于心何人 于理何安 天理都没有了 那怎么能安心呢 所以自古以来 古来的贤胜 告诉我们老 物老以及人之老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 祖先要孝顺 也要把这一念的孝顺 推广到其他的老人 幼物幼以及人之幼 我们对我们的子女 要有慈爱之心 也把这一念慈爱之心 推广广之一切的少年人 都是自己的子女 这样的心才能使家家孝顺父母 父母欢心 那我们这些后代 侍奉伤亲的孝心才能得到安慰 那么父母教育子女的这个念头 才能安乐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你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 让父母子女形成了一种 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那让子女之不孝 父母之不辞 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就太大了 那么父子不和睦的原因 也有很多 要么是由于性格语言的差异 要么是有财产的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由于有前妇 有继母 前妇继母的问题 问题可能他就有 对子女有哪个偏爱一点 有哪个讨厌一点 这样的私心 或者有正妇人生的儿子 有素妇人妾生的儿子 这样的哪个薄 哪个厚一点的这种问题 所导致的 那这些问题 大部分归结到一个利益问题 所以这个妇因小利益 这个小不仅仅是 一点点蜘蛛比较的小 那就是纵使你所有的田产 所有的家宅来比较 教制与父子关系不和睦 都叫小 那么父子关系不和睦 还有一个在现代 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大家年纪大得 可以想到文革的时候 曾经有多少家庭不和睦 是由于阶级斗争 搞到家庭里面去了 如果父母是 地步反坏幼分子 于是这个子女 就要跟父母划清阶级界限 甚至要批斗父母 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人也在忏悔 原来我看一个电影导演 很知名的电影导演 他就谈到一生他的悔恨 是在于他读 那时候读中学的时候 开批斗会 他的父亲就是所谓的反动 反动学术权威 那时候冯卫兵都很积极 他就把父亲推到台上来批斗 那阶级斗争搞到家庭局就很麻烦 那家庭里面可能相互之间 就不会有很多的防备之心 就会谈一些对时局 对某某政治人物的看法 然后这个子女就把 我那个父亲原来在家里 说了什么什么东西 反对伟大领袖什么 都把这个给端出来了 你看看 父子之间夫妻关系 还有夫妻关系 可能在床上说的话 他都作为他批斗的材料了 所以搞到这里就人人自危 那这个电影导演谈他 当时他批斗的时候 还打了他父亲的一个耳光 他那父亲当时非常痛苦地看着他 他说那个眼光他是终身难忘 所以他一生的复旧 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这种极为错误的意识形态 伤害着这种父子的天伦的关系 这个给父亲 给这个子女导致的心灵的伤害 可能伴随他一辈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个叛年 没有比父母对你更有恩德的 所以我们说是 家庭的三种伦理关系调顺 是我们国学恢复才能做得到的 如果没有儒佛圣人的教法 我们家庭关系很难搞好 很难搞好是由于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人 做丈夫的不知道怎么做丈夫 做妻子的不知道怎么做妻子 做子女的不知道怎么做子女 你看刚刚有位居士 跟我谈他的女儿出走的问题 我看他作为母亲的心已经超税了 那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 为什么会出走 这里面就涉及到教育问题 如果他稍微有点孝心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随便出走呢 他这种行为导致了对他的父母多么大的痛苦 他只要想到这一点也不敢出走啊 但是这一点他没有啊 没有人跟他讲过啊 他就自我中心啊 我活得不开心我到外面去啊 所以这个教育实在是太重要的 很多做子女的怨恨他的父母 我常常看 其实父母对他超税的心 然后他都觉得他父母对他不好 又不带我到那里去玩 又对我太严格 又经常怎么怎么 殊不知当年做父母的 也确实可能教育的方法是有问题 现在搞的一些子女对父母的那种反弹 其中有个做女儿 到了做女儿的就是跟父母不讲话 这也很麻烦啊 你说十天八天不讲话可以 那么一年两年三年在家里不跟你讲话 那你就没辙了 那父母就很痛苦啊 这就是家庭关系搞不好 真的是他人就是地狱啊 双方都在痛苦啊 好 请看下面 物以权势而入善良 就是不要依状这个权势来欺负善良的人 那一般有权有势 当然就很显赫了 你显赫当然容易 但要想到衰败也是很容易的 当你权势显赫的时候 这些屈颜复会的人都会过来 抬轿子 说奉承话 你这个偶发一年 大家都奉命 有一个高官他就说 哎呀当官的感觉真好 为什么好 说句话下面人都跟你全都办好了 当官的感觉真好 因为你有权势啊 如果你从那个官位上下来 谁跟你办事啊 所以你衰败的时候 这些轻负你的人都会过去 都会离开 你曾经接过你的恩德的人 还会像仇人一样对待你 这时候你想找人谈心 想说说话 人家都不理你 你就同样一个人 你在台上和在台下 就会碰到截然不同的一种对待 这时候你才知道事态炎良 自古皆然 所以你就得要明白 自己有权势尚且不足以 这个依赖 更何况你要靠别人的强势 权势来欺压别人 尤其是欺压那些善良的人 那怎么行呢 你人家是善良的人 你侮辱人家 欺负人家 这就是罪过 你从事就是靠他人的权势 来侮辱人家 这就罪上加罪了 那这个权势 贵人有贵人的权势 贵就是贵族啊 世代的书乡之家 这贵人 富人有富人的权势 很有财富 官员有官员的财富 权势 正好手上有权 内有内的权势 这个内就是这个官的副官 包括那些秘书啊 什么的 你看现在的秘书都很有权势 棒的大官做个秘书 他在下面办事都通畅无主 那么权势虽能不同 你所依想依赖人家权势 来办事这是相同的 你可以依赖这种权势 当然也就可以靠这种权势 或者给人以好处 或者去欺负他人 欺负他人 所以这个善良者 善就是善人不是恶人 良它是不是低贱的 善和良都没有可欺辱的理由 而且这个善良的人 他的人格都有点独立 他都不歇于被欺辱 有这个性 而你现在必定要以权势 来欺辱的话 那比拿这个权势来欺辱 那些一般的人又有罪顾上的差异 其实中国大陆 现在一定很多人 办个事情就要走关系 这一走关系的话 就会损害社会公平 多少的报纸所披露出来的 比如考公务员 可能人家考上的第一名还上不去 可能考的第二名第三名的人 反而难度去 因为什么家庭背景不一样 甚至还到了那个良生来招公务员 故意设定一些条件 这个条件其他人都不具备 唯有他的某某子女具备这个条件 他又要走这么一个过场 实际上都有借助这个权势 来谋自己的这个位置的事实 所以这个借助权势来欺辱那些善良之人 就直接审害了社会公平 这个社会公平就会导致怨气 这种怨气积压的太多 就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一定要张扬一种社会公正 让大家在同一起保线上去竞争为好 好 请看下面 物是富豪而欺穷困 你不要誓证自己是富豪 而欺负那些穷困的老百姓 那么你一个人成为富豪 另一批人成为穷困各有各的姻缘 大概来说从捏底果报来看 都是素质自己的捏底所导致的 所以就今生的命运来说 你富豪就快乐一点 穷困就苦恼一些 这个差异有时候有天狼之病 所以我们说这种阶级 自古以来都会有的 因为人的福报是不一样的 它一定会构成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差异 这种差异你不是要靠革命的手动 或者靠什么人为的方法去解决 也解决不了的 实际上这种贫富的差异 要导致社会公正 那就要靠第一是政府 它借助税收的钢杆 使那个富人税收重一点 让他这一块补穷人 另一方面要靠住社会的力量 慈善事业来导致一种平衡 是这样导致一种动态性的平衡的 你一定说贫富差异全都消除 它是不可能的 除非所有的孽地一样 你才能消除这个贫富的差异 是这么一情况 所以我们对富人要教化他 你要让他知道 你今生能成为富豪 你要成忠厚之心 你得要服务社会 要帮助那些穷困的人 这样社会和谐了 你自己也就安全了 如果你一点钱都不拿出来 帮助穷困的人 贫富差距那么大 那穷人心里不平衡 然后就会想到跟你绑票 就把你的小孩绑 要你拿多少钱出来 甚至仇富的心理导致 或者让你的汽车给破坏一下 那你的房子怎么怎么下 他有仇富的心理 实际上要把这个仇富心理 变成一种尊重的心理 你这个人是富好这么多钱 是你的善心导致的 我尊重你 要导致这个心理就好办 所以这个富人要做微距之想 你这个钱多了不是好事 金字旁边两把歌 很危险的 所以你要想到这个钱为五家所有 不是我专有的 所以这个钱向水 财颅水到了我这里 是由于我有福源 这个水到了我这里 现在能不能到我这里 是我命中的福 但我如何用这个水 就看我的智慧 要把这个水 这个财富之水 用到好的地方去 你不要成为守财颅 把它囤积在这个地方 水一定要流动的 财富一定要流动的 你要做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得要哀怜那些穷困的人 去帮助他们 去布施 这样才能增长自己的福德 如果你借助这个富豪的这种地位 认为这个穷人就可以欺负 你就常常冤屈人家 驱使人家 掠带人家 或者用巧技来笼络 或者放高地带来盘剥 那这个后果都很严重 现在有些公司 确实有些不尊重员工的情况 动不动就收身 脱光衣服要收身 丢了好不可能人家 不信丢了什么事情 丢了一个东西 他就认为人家偷了 然后这里都有导致自杀的现象 这些都是借助富豪来欺负人家 低沉人的这种行为 要想到这些田产 钱财都是无常的 今天荒烟漫草的地方 你就想想当年可是繁华歌舞 楼台之暑 那这个富豪不是转眼之间 也成了贫困吗 富不过三代 甚至一代可能都保不了 所以何不早成忠厚之念为好呢 所以富豪之人 要知道因果 不要忘却他的本来 要赶紧去布施 不要吝啬 所以不欺负那些穷困之人 正是他善于保持他的富豪的福报 能够长久维持的原因 所以这些富豪要让他有车瘾之心 仁爱之心 这里谈一个公过阁的公案 你看这个有一个固安县的县令 你看他的做法很有意思 有一天有一个内奸 内奸就是宦官 他就送了这个梅宫 一个礼品 猪腿 请他办个事 办个什么事呢 就是有人欠他的债 希望这个县令 帮他把这个债务追回来 那么这个梅宫就把这个猪腿喷 煮好 就把这个宦官请过来饮酒了 并且也把负债的人叫过来 叫过来就呵斥那个欠债的人 那欠债人他实在是由于贫穷 还不出债 没有钱还 情有可原谅之处 那梅宫就吃着他 因为这里面宦官请他办事 如果不办成也不好 但一看这个穷人实在拿不着钱 他这里怎么办 这个梅宫就有方法了 他就吃着这个 说贵人的债 你怎么敢于用那个贫穷来辞掉呢 今天必定要偿还 如果你辞了不还的话 我就要死在账下就要用棍子打 就叫他去弄钱来 这个负债的人就哭泣作而去 但这一说说你不还债就要打死你 这一说这个宦官在旁边听到也觉得 哎呀 人都有良心嘛 彻隐之心也就有 有点急活了 那那个梅宫看的这个宦官的心 还有点软的样子 又把那个这个穷人叫过来 皱皱眉头说 不打死你都也可以 我也知道你是很穷 这个拿不出钱来还 但这个钱一定还哦 那怎么办呢 那你把你的妻子儿子卖掉吧 卖掉把那个钱拿来 那但是我是老百姓的父母官 也不忍心你 今天就让你妻儿子你 孤入分离 就献你一天 回去跟你妻子诀别 那今生永远不能相见 那说这话 这一说这个负债的人 不觉就在那大哭起来 大哭啊 就延然感觉到这份妻子 生离死别的场景就现前了 这一哭的话呢 这个梅宫也跟着掉眼泪 这掉眼泪呢 这个宦官也在旁边掉眼泪 这一掉眼泪 这个车隐之心就完全掉动起来了 搞得这个宦官 哎呀好了好了算了吧 不让他还了 就把这个债券给烧毁了 烧毁了 那后来这个梅宫 坐官坐到了四郎的位置上 公民特写 也就从一个县官坐到了副部长了 这个存心善良啊 他的官位就会当得大 而且他还有智慧 用这样的一个激将法 不来做 所以这样既没有辜负那个宦官的嘱托 如果你直接推拒拒绝 那也不行了 那就伤了这个宦官的前面 又通过这种方法 是这个宦官的这种一片贪 贪婪和残暴的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 给他解决掉了 那你这里面成功的 这个地方就是激活了 他的这种不忍之心 不忍的车隐的良知 良心 请看下面 善人则清净之 助德行于身心 恶人则远避之 度灾央于眉睫 这就谈到 对善人你要清净 因为对恶人要远避 善人恶人就是 吉凶不同的道路 这个气味就好像香草和臭草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从他的这种品质来说 就好像一个萧鸟和凤凰的差异 所以一个人交接朋友 一定要清净善人 敬诸者吃 敬摸者黑 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善人他所修的德行 他的智慧 他的心量 他的 这样的一个品质 我们去清净 就会得这个善人的这个熏陶 我们就渐渐的 也有这样的一个香气 恶人属 酝酿的都是灾央 你如果靠近了 你一定要分担这个灾央 所以一定要远远的避开 不至于有千年之祸 所以治天者以至于一般的素人 都是要清贤人远奸党 这为第一要物 这样的情形能够潜移默化 转移我们的性情 所以你看梦母教旨 为什么叫梦母三千 就是由于环境习俗的影响 开始梦子 梦子呢 住在屠宰场 这个小梦子就 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宰租 杀租 这梦母看来这个不行 赶紧搬家 搬到一个商场旁边 那那个梦子呢 就想着怎么做生意 而梦母还是觉得不行 最后第三次 迁到一个学校旁边 这个小梦子就天天知夫择爷 学习圣人的学问 所以在鲁家成为一代亚圣 都是由于环境的影响 那再讲到有一个佛寺的时候 有一头白象 就这种受环境的熏悉 不仅是人是这个样子 连动物是这个样子 华士国有一头白象 它的力量很大 能灭怨敌 如果人犯了罪 就拿这个罪人放在地上 就让这个象塌下去 踏死它 那个象很大 这一脚塌下去 那个就不成了肉泥 那么以后这个像 装象的那个地方被火烧了 就把这个象移到了寺院附近 那寺院附近的寺院的笔就天天诵经 这个梵音 而《诵法巨经》里面讲 为善生天为恶入冤 你作善就生到天上 你造恶就都到生冤里面 这个象听它忽然耸力 听进去了 落有觉悟 以后你再把这个罪人 放在他脚下 他只是用鼻子嗅一嗅 舌头舔一舔 就不踏煞了 这个国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赶紧又把这个象 再移到屠宅场旁边 这个象天天看到杀猪窄羊 这个恶心又起来了 所以以后人在脚下又踏上去了 所以人见闻觉知 他被什么所熏息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你不念佛就是念五一度成 男男女女 那肯定这个烦恼就越来越滋胜 染心一直尽得难成 我们污染那些东西次然 我们的清净的德能很难成就 所以我们天天要念佛 佛是清净的 这个佛号就熏息 我们越来越清净越来清净 那就会清净的东西就能远离烦恼 所以这个因为善恶两途 不能并立的 有阳光就不会有黑暗 有黑暗就不会有阳光 所以我们教育子女也是这个样子 你教育子女一定要让他清净善人 不仅叫自己子女清净善人 凡是你一切亲熟之交有缘的人 都让他跟善知识去交谈去亲近 见到恶人那些搞黑社会的什么 你赶紧要 不仅叫自己子女远离 那其他的人都要远离 为什么你这个接触善与恶 想修善很难 入恶很容易 由善入恶容易 改恶从善很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结交善内 能够尽得修业 转货为福 如果跟那些不好的人 常常接触 特别还有一些黑社会之徒 去常常结交 可能就有后悔莫及的灾祸了 好 这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面留点时间来回答大家问题 请问法师之前烧过的往生咒 今天听法师开示 不可以烧焚烧往生咒 请开示以前烧往生咒的罪过如何赎罪 请问受过在家菩萨界 能否吃羊鸡蛋 我们对以往做过的不如法的实情 你呈忏悔之心 忏就是对以往的住过的措施 有内疚感 悔就是后不再造 你只要成了忏悔心就可以了 无量级以来 我们做的种种的恶事很多 所以要常行忏悔 忏悔你一掌 虽能忏悔你一掌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这一生是忏悔不了所有的业障 这叫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余秧就可以 随分随缘消除以前的恶业 但要下定决心 不要再犯了 要不二过 那么再加菩萨戒 你只要受了就不能吃肉 也不能吃荤 荤心都要远离 那你这个鸡蛋 不管是羊鸡蛋还是土鸡蛋 它处于心的范围当中 你还是不要吃为好 应主一再说 念佛人当须敦伦敬愤 贤邪存存 逐恶莫作众善奉行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不敦伦笃行 众念佛亦无往生之愤 南洋会中国诗说 佛法大义 逐恶莫作众善奉行 三岁小儿能道德 八思老翁行不得 如何将四出世间法 圆龙有求必应 真能达到吗 请开示 确实念佛行人要敦伦敬愤 敦伦就是刚才讲的五轮关系 各有自己的道德义务 你一定要去做 敬愤就是你的社会身份 你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行什么位置上的事 君子施不出其位 这些都要去做 那么这就是我们 敬愿三福的第一福 逐恶莫作众善奉行 这是我们去做 三岁小孩都能说 八思老翁行不得 这句话是鸟喝禅士说的 对白居玉说的 就是这句话呢 小孩子都能说得出来 但是八思老翁要真正做到这两句话 是还是做不到的 因为逐恶的范围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我们的沙盗淫忘酒 这还是粗粗一点的 那细微的 你光偷到这里面的恶都有很多很多的类别 很微细 就是这个戒律 只持的戒 我们最多持一些比较粗一点的 那到了细一点的 我们都没办法持 甚至你都察觉不到 甚至你做了 你还以为你做的善行 你都察觉不到 只需逐恶莫做 实际上想做到旧尽清净 是做不到的 众善奉行 善行也有无两无边的善行 你想去把它圆满 也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八思老翁 行不得是有道理的 行不得不是说他不能做 这两句话 什么人都能随份随地去做 但是要把它做得圆满 是很难的 如果你把这两句话 把它做得圆满了 那你也就成佛了 为佛才能圆满 这个主要莫做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足佛教 这是释迦牟尼佛一代识教的 那种略所界的四句话 那原来的比丘道德 善根深厚 这四句话就是他界的的总纲 他用这四句话就能断烦恼 那以后烦恼越来越重 这四句话还让他理解不了 然后就开始分为戒条 250条戒 384条戒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们随份随地去做 首先你从三贵五戒开始 十三年道开始 怎么使这身口一三耶 偏向善的一面 避免恶的一面 做不到的地方 你都一揽之 阿弥陀佛给我们包干 我们就代耶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把这几句话 完全的把它圆满 我是一名公交司机 每天开车时都能默念 四字弥陀名号 当我遇到红灯时 还有行人动态时 都要仔细观察 但佛号仍不中断 请问这样功夫得利吗 能否往生极乐世界 你很了不起哦 这样做很好 公交司机你能默念佛号 你可能行车都会安全 都能逢凶化及遇难成像 但遇到红绿灯或者行人多的时候 你一定要仔细观察 你不要光闭上眼睛去念佛 随便开车那麻烦了 而且这里面它是可以兼顾的 当我们的深层意识在细念 意佛念佛的时候 我们的潜意识去分别一些景物 这都可以同时去做的 所以不动脑筋的时候 你去念佛是最好 如果你上次在北京都有个居士 他本来是做白领的天天动脑筋 为了念佛 他申请了一个守仓库的职业 我说你很有智慧 他守仓库没什么事 一天到晚能够念好几万佛号 在这守仓库吧 也不要动脑筋 如果一天到晚去编那个软件 这些东西太动脑筋了 实际上这个是似乎高级一点的苦力活而已 像看穿的就这么回事 所以能够扫扫地 守守仓库开开车 开车也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 你的经验很丰富 自然就会做出种种的合理的反应 所以你只要具足身性切怨 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以后有利于大家的心 你不仅自己摸念 你干脆你的公交汽车上 也放一个佛号的光盘 让全车的人都能听得到 那不更好吗 为了家人口味放葱蒜煮菜 但自己也食用 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犯见 归一弟子能否吃鸡蛋 又是鸡蛋 这就是人的这种贪恋 这些口福之乐 这个鸡蛋最好不要吃 我们总是讲 你一个了生脱死的人 一个鸡蛋都放不下 你还干什么呢 这个葱和蒜 能言经说得那么清楚 熟食生淫 生食生秤 那些鬼神很喜欢你 都充蒜的味道 善神都会远离 那在戒律里面 一个吃了充蒜的人 如果在生团 都要让他离开生团 七天以后才能过来 现在就是高级宾馆的服务员 都不允许吃充蒜 你作为一个修清净道 解脱道的佛弟子 知道这个充蒜的危害 还要说要这个方便 那个方便干嘛呢 你给自己太宽容了 持戒有时候就是要严格 角落冰霜不谈条件 你要干就是这么干 这是佛说的 佛说的一定要严格执行 所以坚决把这个荤菜 葱啊 蒜啊 这些彻底放下 旧菜啊 这些 不要听那些所谓科学家说 葱啊 蒜啊 能够杀菌啊 能够防癌啊 能够这样那样 你都不要去听那些东西 听佛的话 带业往生是带新业还是旧业 还是新旧都可以 有人说带业往生只能带新业 不能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 有个字 好像听过去也蛮有道理 但实际上你来想一想 你信佛之后你不造孽吗 要知道这个孽 不仅是行为 你举行重孽都是孽啊 都在阿纳耶识里面留下的种子 那你再看看你呢 每天举行动孽 有多少善孽 有多少恶孽 不客气的说 还大部分都是恶孽呢 你不该贪政吃慢疑啊 人我是非呀 隐私男女啊 这些可都不是孽吗 所以我们学佛之后 仍然是有心业 只不过是我们通过 深信因果持戒的行为 我们的孽在慢慢地 趋向于善业 趋向于敬业 只是一个趋向 不能说你学佛之后就没有 没有恶业 谁也不敢说这话 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净土法门 这个待业 这个业就包括这旧业 也包括新业 新旧都可以待 但是这里又不要给自己 新业也能待 我就可以杀到淫妄 那也不能这样了 我们从新旧业可以待往生这一点 是体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无条件的救度 但作为我们敬业行人 一定要按照敬业三福去做 敬业三福里面就要改变我们的念力 我们要奉仕之掌 慈行菩萨 修识善业 然后要受之三规 具足重界 不凡为宜 还要发菩提心 身陷因果 读送大圣 这些都是在使我们的懒业 恶业 转化为善业 敬业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使我们内心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平等 越来越广大 所以这些都是使我们往生品味 得以增上的一些内容 但就往生这一点来说 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一切众生 连五尼十恶的众生 这念力这么重的众生 阿弥陀佛都能让他往生 更何况我们这些 虽然造了一点念 但是还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严重的人上级都能往生 我们年度不到五尼十恶的众生 怎么不能往生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不要一想到 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 你看我今天又犯了这个错误 明天又犯了这个错误 那你说想一想完蛋了 阿弥陀佛不要我 不是这个样子 好 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